首先我有一個簡單的交代 為什麼今天帶個生日蛋糕給老婆林鄭娥呢 原來今天剛剛就是她的生日 那又是母親節 那真是巧合來的 因為在中國的文化來講 生日其實首先要記住媽媽 因為媽媽都很危險 懷胎十月生不生到 以前的醫術 分分鐘生不到 自己死了都不頂的 有很多婦女 所以生日的時候就記住媽媽 在那天和懷胎的痛苦 生日越來越長 就感謝媽媽每一天照顧自己 這就是生日的意義 當然現在興開派對 忘記了媽媽 原來林鄭娥都是這樣的 因為如果今天是生日 她是生日 她記得她媽媽的痛苦 她怎會不記得其他媽媽的痛苦 因為現在統計上面有十個老人 有四個呢 就是所謂貧窮長者 裡面有三分二就是女人 就是說很多母親現在是貧窮 這樣身為人母的林鄭月娥 已經一口拒絕了設立全民退休保障了 其實不給就不給啦 不要那麼冷血啦 因為我親耳聽她說 如果要設立全民退休保障 而造成年青一代的負擔是不道德的 不過 那你林鄭月娥當然是會善待你的高堂 是不是 那沒有錢的人是怎樣 現在說 一個有一萬億以上的儲備的政府 今年仍然是一千五百億 她是拿五百億出來 加上以前那五百億做一個總資基金 來立即實行全民退休保障 拿了你的命啊 是不是 退稅退差響都四百億 張建宗退稅退差響 坐在那裡不用填表 即時收回十二萬 九個物業收九萬的差響退款 三萬入息稅的退款 空公婆婆 下年二月才申請 下年七月才沒有 七除八扣 左審有查 最多拿四千 那這是什麼政府來的 我不知道今天林鄭月娥會不會 她在民村爬回來 又跑去派花 又行 我覺得 一個人 管理一個有一萬億盈餘的所謂大都會 現在看不到公公婆婆的痛苦 還在說風涼說話 所以今天才特意做個蛋糕給她 這個就是蛋糕 全民退保標準公主生活公司 這個蛋糕給她 是啊 林鄭月娥 生日快樂 無亡無難 更無亡天下父母 設立全民退休保障 同樣天下父母 林鄭月娥 別再辦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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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個獎獎 十個獎獎 四個貧窮 四個貧窮